解析一球看懂保罗乔治运投的厉害之处 首先保罗乔治拿球 先进行一个体前加跨下的运球调整 调整过来观察防守人的防守方向 可以看到此时防守人的防守方向是朝向右侧 如果想要突破 这球可以进行一个大幅度的体前变相 攻击前侧角交叉步直接突破 而保罗乔治选择了他更为熟悉的方式 先进行一个体前变相加重置脚步 右导防守人要向左侧直接突破 然后保罗乔治顺势进行一个迈步胯下 可以看到此时防守人的脚步和重心都发生了偏移和晃动 此时正是保罗乔治想要变相晃出空间的时机 于是保罗乔治瞬间降低重心 左肩故意压低 右导防守人要向右侧突破 然后迅速进行一个大幅度的体前变相 脚叉步 后脚迅速跟上 前借偷懒 这就是保罗乔治一对一时经常用的套路 通过运球不断地误导防守人自己的进攻方向 同时不断晃动防守人的脚步和重心 而在防守人重心晃动的时候 保罗乔治会迅速地进行一个大幅度的变相 晃出空间投篮 然而作为防守人 你知道他运完一定会投 但你就是无法准确判断 看到哪次运球是正式想要发力 摆脱你晃出空间 进行投篮 这也就是保罗乔治厉害之处